好 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簡報名稱改完對不對 點的進去吧 那接下來我們看右邊這三個 喔 快把它講完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簡單做個小小的範例 三個點點 來 再看一下分享 這個簡報給人家當你點分享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會有Airdrop 學生就可以把它簡報交給老師了 點起來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附近所有的設備就在這裡 點的它 譬如說我點一下我自己的iPad Pro 那當然那個老師要同意點接受 這時候再上傳就傳過去了 來 那Airdrop是上課必交的一個很棒的工具 學生在交作業都可以靠它 來 旁邊點一下取消 來 再點三個點點 那我們再講細一點喔 再點分享看一下 Airdrop講完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儲存到檔案 儲存到檔案又去哪裡了 就是去到這裡這個地方來 你家 就是到這裡來 所以呢 我們也做一下這樣喔 來 這個 點了它 放在我的iPad裡面按兩下 點進去 要放哪一個資料夾 我想放在 就直接放在Keyno這個資料夾 對不對 這時候再來點儲存 那時候我們來開一下喔 開從哪裡開 來 手指頭由最下方往上推 就可以回除畫面 這時候在這個地方叫檔案 iPad iPhone管理是透過這個 到哪裡 我的iPad在左邊點一下 剛剛地方是在哪裡 Keyno 展開來 你就可以看到剛剛的簡報 我又放進來又放一次了 你看見嗎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存進來 隨便想跟老師提 那位置講是什麼地方 來 我們再把Keyno再開起來 來來來來 再來喔 三個點點 這一個 那輸出 輸出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轉成PowerPoint的 也可以轉成PDF 也可以轉成影片 也可以轉成動畫等等 不過我們一些動畫轉檔還沒做 這地方倒是可以輸出 來 再回上一層 那這邊呢 做直播 換燈線尋找動畫效果 這些我們都還沒做 還可以加音樂 設定密碼 我們不會去設定密碼 那文件設定 要不要再改風格 我們就先不改一下 這個 來 點三個點點 這裡 有沒有Apple Pencil 這詳細的說明在這裡 那Keyno的新功能在這個地方 來 麻煩老師 你也這三個點點 稍微點一下